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我是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总复习啦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呢 一样你就把它点开来 这是我们的这个Geek Command 复习GeekCommand 27.1的位置 是有关于Geek Node Summary 那第一点呢 要跟你讲的是 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地方 透过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呢 去寻找我们 常用的这些 对不起应该说是透过Geek IO Geek Node IO 还有透过我们Github的这个网址 Github Geek Node这里 去寻找我们常用的Template 去寻找我们常用的Template 这是第一点 那如果你是Versia Studio的用户的话 你应该是会 应该会怎么样呢 应该是会下载Versia Studio.Geek Node 可以使用这一个答案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还有几点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好了 改好了 我又多加这两个网址 其实我们比较常下载 就是透过我们的Github 这边也稍微看一下 透过我们的Github 这里呢 去下载我们的Template 还有透过Geek Node IO 去下载我们的Template 那我比较常用的是Versia Studio 那你可以透过Geek IO 这边来找Versia Studio Code 他们的Template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可以有多个Dolgeek Node 这个答案 另外呢 这边就是一个假设 假设我们在根目录底下 有一个Dolgeek Node 然后在我们的Subfolder 就是Solution1 底下 我们的Subfolder 这根目录里面有一个Geek Node 然后在Solution1 这是我的Subfolder 里面有一个Dolgeek Node 好 然后那 在根目录的这一个呢 我们叫做Higher Level 就是比较高的等级 那它的Dolgeek Node 会影响到什么呢 会影响到目前的资料夹 目前的资料夹就是根子 根目录 然后跟子资料夹底下所有的东西 然后那我们Sub Level Subfolder Subfolder 就是Solution1 刚才讲的是这一个 刚才这句话 这句话 所讲的是 根目录底下的Dolgeek Node 接下来第二句话呢 是Solution1 底下的Dolgeek Node OK 在Subfolder 底下的Dolgeek Node 我们称之为叫Lower Level 就是比较低的等级 它也会影响到 Current Folder 跟Subfolder 底下所有的东西 只是这里的Current Folder 指的是Solution1 指的是Solution1 这里的Current Folder 指的是Solution1 还有它的Solution1 底下所有的Folder Solution1 底下所有的Folder 就是这两个Folder OK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 Higher Level 比较高等级的Dolgeek Node 答案呢 它会复写到 这个Lower Level 的Dolgeek Node Lower Level 的Dolgeek Node 就是比较低等级的Dolgeek Node 就是Solution1 底下的Dolgeek Node 它不会影响到Higher Level 的Dolgeek Node 它不会影响到Higher Level 的Dolgeek Node 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Roof Folder 底下呢 通常会有很多个Ferture Studio Solution 就比如说你可能 在根目录底下 会有好几个Ferture Studio Solution 也有可能是Ferture Studio Code 的Project 或什么之类的 那接下来在Roof Folder 底下呢 通常会有 也就是说Roof Folder 底下通常会有 多个Sub Folder 就是在根目录底下 通常会有 多个资料夹 所以通常这是我的根目录 根目录底下 可能会有多个资料夹 每个资料夹 所代表就是一个Project 或是一个Solution 那通常我们不会 在Roof Folder 里面设计Dolgeek Node 通常不会啦 因为它会影响到 所有在这个资料夹 所有在根目录底下 所有的资料夹 的东西 所以通常我们 不会是使用到 这一个Dolgeek Node 就通常我 不会去设定 这个答案 通常我是没有这个答案的 那但是呢 我会把我的Dolgeek Node 放进不同的资料夹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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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通常会是 在Surf Folder底下 设定这个Dolgeek Node 的这个答案 所以这边是一个 比较常用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通常我不会使用它 但是呢 我会使用它 这样了解了吧 OK 所以每一个 资料夹底下 应该都会有 一个Dolgeek Node 的答案 所以我们应该会有 多个Dolgeek Node 就这样子 那这就是一些经验啦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OK OK OK